Hello 各位好 所以我相信觀眾裏面有一些是喜歡看那種劇的 醉劇的 就可能中國劇啊 韓劇啊 或者是 港劇啊 或者是日本的 或者是台灣的 就是以東方的那個 東方為主的那個 那一劇啊 就Drama 我拍這個視頻我是沒有講那種西洋啊 西方那些那種Drama那些 我是主要是講 其實我是focus on 講是中國劇跟韓國劇啦 因為如果你講是大家以現在還是在追劇 的 的人啊 我相信大家都是發現到其實中國劇 以這幾年啊 就是都蠻多蠻久了 其實很多那種元素呢 那種綜藝元素呢 那種綜藝元素呢 其實都是 模仿韓劇的啦 因為韓劇 韓國那種明星真的是 風靡 就算是全世界都有 有那個fans啦 那個粉絲啦 所以他們是感覺 我的感覺啦 我不懂他們是真正用意什麼啦 是要取代的還是要 占據那個市場的一部分 就韓韓國那個kpop的一部分的那個市場啊 我不知道啦 所以可能大家會發現到很多那種中國明星啊 都會那種造型哦 髮型哦 都會特意模仿韓韓國那種明星了 就導致到很多人是傻傻分不清了啦 就是這個是到底我是在看作 就是假設你真的是看那個 沒有看那個 是不是中文字啊 簡體字還是韓國字啊 你看那個人啊 那個中國的那個明星 就以那個韓國的那個造型來去 就是他的 他的裝扮都是韓國那種明星那種裝扮啊 你是 無法分得出 這個是韓國人還是中國人啊 怎麼說 就是 You know 我覺得是這一點是蠻 蠻 我可以講是蠻失敗的啊 可以這麼講 因為你這樣 韓國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華人 或者是東方人 我們suppose是應該比 那種 洋人啊 或者是其他 其他其他 就是沒有關心 沒有太關心 呃 中華文化或者是 韓國的那種 呃 那種 娛樂圈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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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連就是日本人 韓國人 台灣人 中國人等等啊 都分不清的那些人呢 我覺得是那些 就 酸啊 因為他們分不清是 也是 合理的啊 可是你講 我身為 一直都有關心這種 這種 可能 呃 或者是 這個是中國 類似 可是現在 就 真的是 韓國跟中國 真的是 傻傻分不清楚啊 所以我覺得是 呃 我看到 我是看到 會有點 有點 不自在啊 就是你 你為什麼要 你畢竟是一個大國 中國世界大國 為什麼不 一開始模仿是還好 但是現在還是 以韓風的那種 那種 那種 造型來去 呃 打造自己的 那個 就國家的明星 自己國家的那種 那種藝人 我覺得是 應該是創造一些 就獨特性咯 就不要講 我們真的是 看來看去 就啊 我到底 就是有時候 我真的是想看韓劇而已 但是 無動的就是 跳下去中國劇啊 就是我覺得是 這個有點 我不懂他們 是什麼意圖啊 就是想 就是 replace 代替韓 韓國的那種 呃 娛樂 我不知道啊 就是很多那種 可能講那種 Running Man啊 也是 奔跑吧 也是 基本上也是來自韓國的嘛 韓國的娛樂圈 娛樂圈 所以 好像你講 如果你講 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是 你 韓國 娛樂圈 娛樂界 已經是做了一種 他們的自己的打造 那種style 如果你自己去模仿的話 你只能會被稱為 就是模仿人的 那種 呃 那種說法咯 就好像我們這裡 馬來西亞或是新加坡 你講 你講 我們打造一個 韓國風的樣子 你講 偶爾幾個角色那種 幾個藝人 這樣子還好 但是你講 majority 就是這樣子 哇 好像你講 看一個劇全部都是韓國style 但是它還是 似乎是其他國家的 就有點 有點 我是看不下去 然後韓國 就是韓國 韓劇是有一個 除了它的造型之外 它還是有 有不同的氛圍 就是它的那個 劇情 劇情 中國的也是 中國劇也是超到 蠻 蠻厲害的 我可以這麼講 但是他們有加一點元素 就是有一些元素 中國劇還是 其他國家還是 replace不到 就是 你不喜歡看中國劇 但是你喜歡看韓劇 但是你不小心 就是它的類 就是你 你是想看韓劇 但是韓劇 你可能看了很多 就是你想看一下新劇 然後你想轉一下 轉換去看一下中國劇 也是 感覺是很像韓劇 可是就是 你看一下他們講話 或者是 一些東西 就是 就是不同的 但是你又看到它樣子 又很像韓國人 就有時真的 啊 就 還是有一些 我相信還是有一些人 會被這種 東西吸引了 因為他們 可能講那種 可能菲律賓 或者是 其他國家 不是華人那種 或者是韓國人 他們是 分不到啊 基本上 可能分不清楚 但是我們 作為就是聽得懂中文 韓國的文化也是接觸不少 雖然聽不懂 就是 你是感覺到氛圍 就 就差很多 但是就是 你要特地去模仿的話 就被 就被 就很 你知道 我真的很不習慣 老實講 真的是 會覺得就是 你 要打造自己的那種 風格咯 就好像你講 你模仿夠了 你從裡面學到什麼 你就恢復 你要恢復自己的 中國那種 那種 現代版 現代劇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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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劇 那種 古代劇 或者是韓國那種 古代劇 是超不到的 因為他們文化是 有一點相似 但是他們的造型 那些肯定是不一樣的 那些 那種就改變不到了 因為 那種古代 古代造型 是做 是 不可以 刻意去 模仿啊 只能可能 劇情有可能 可以超一點點的 就 如果現代劇的話 我覺得是 還是 回復到 那種 台灣啊 雖然台灣也是 那種劇 也是 現在也是 不是很好 香港劇啊 雖然講香港劇 也是現在有點沒落 可是你講 那種造型 我覺得香港劇 那種 藝人的打扮 還是比較符合 我們 對華人的那種 那種 印象 那種造型 我覺得是 然後也不差 我覺得香港 他們造型是不錯 我覺得是 大陸 不需要刻意去 去 操 韓國人的造型 我覺得是 有點 有點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怎麼講 就是你要 你要 就是從 韓國市場那邊 就是那種 拉一些粉絲過來 變成中國 中國劇的那種粉絲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是 不是長遠之際 就感覺就 然後 就 我覺得是 比較不好 可以這麼講 就是人家已經有了 然後你硬硬去 然後你市場很大 然後可能你的 觀看率會比較多 你就分包了一些 那種 收益 就是你 把人家的東西搶過來 但是 原本的東西 不是你 雖然講 那個是沒有版權 可是就是 感覺就是 印象不是太好 我會這樣講 就是 畢竟這是人家創造的東西 你不可以 就是 把這個東西過後 可能說成自己的東西 就有點 雖然之 沒有版權 沒有法律效益 沒有法律效益 可是就是 呃 就可能久而久之 人家就覺得 這個是中國的東西 就有一點 就好像 你明白我講 有沒有 所以 是我要表達這些東西 所以 我覺得也是 有人同感 只是可能 有一些人是沒有去想的 那些 就可能也不介意這樣子的 所以今天的視頻 就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